iPhone 13系列交货时间缩短 国内用户最早7天能交付 今年9月 苹果如约发布了iPhone 13系列 这一代新机也确实如大家所期待的纳约是13箱 但是因为芯片短缺等问题 iPhone 13系列新机的交付并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不少仍需要较长时间的等待 才能得到自己的iPhone 13新机 近日外媒报道称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表明 现在所有iPhone 13和iPhone 13波机型的交货时间 连续第二周减少 尽管与iPhone 13推出后的这个时间相比 iPhone 13的交货时间仍然很长 但和过去几周相比 交货时间明显减少了 该分析师还表示 在一些地区 iPhone 13的交货时间与iPhone 12持平 具体来看 iPhone 13 mini iPhone 13 iPhone 13 Pro和iPhone 13 Pro OnX 目前的交货时间 分别为5天 5天 23天和23天 而在前一周 这些数字还分别为8天 10天 26天和26天 在国内 iPhone 13 mini和iPhone 13的交货时间 估计为7天 iPhone 13 Pro机型的交货时间 估计缩短为31天 手机行业可以说是 受芯片短期问题 和供应链补色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 但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一些供应链问题 正显示出缓减早期迹象 有请计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